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重磅消息 余生请多指教将实行分销播放,对此并不买账。 看到上时不时会出现余生请多指教这部电视剧的消息, 想必很多网友都在关注着这部剧的开播时间, 只是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很多粉丝苦苦等待, 该剧在2019年就杀青了,但是迟迟不见播出, 大家知道肖战和杨子都是自带流量的明星, 杨子出演的电视剧,基本都是很受欢迎的。 肖战因陈情令大火,之后广告代言资源不断, 他们两个人合作,收视率一定很高。 不过从这部剧杀青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至今都还没有明确地播出消息,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积压剧, 这部剧也经历了一波三折,在2021年定档, 在开播的前几天又突然官宣撤档, 这一波操作让众网友和粉丝十分心凉。 所以很多网友也对芒果台充满了意见, 感觉是在溜粉,拿这部剧来增加关注度。 杨子新剧被赞演技炸裂,口碑却翻车了。 杨子是小童星出身,在家有儿女中凭借下雪一角, 红遍大江南北,国民度很高。 跟其他童星演技好拍烂剧不同, 杨子主演的剧口碑一直很好, 像最高分的战长沙豆瓣高达9.2分, 上亿年大火的香蜜也有7.7, 挑剧的眼光连著名经纪人杨天真都对他颇高评价。 近段时间,他又有一部重量级作品《亲爱的、热爱的上线》, 该剧是一部高甜的爱情剧, 讲述了软萌妹子童年岛追高冷电镜大神韩商严的甜蜜爱情故事。 确实,杨子表演堪称完美,尤其是心理刻画, 非常的精彩, 不管是偷偷看男神痴痴心动的眼神, 亦或是见到男神娇羞不知所措的样子, 还是男神不在乎黯然神伤的模样都像极了爱情, 童年本人无疑了,连原著粉都被征服了。 这部剧开播收视率破1, 网播量也一直高居榜首, 杨子也收获满满好评, 剧情高甜紧凑步拖沓, 还原度也很高, 题材有关网络安全竞赛也很新颖, 不少剧迷都表示追剧根本停不下来, 太好看了, 都预测评分以为至少能7.5分以上, 甚至超过香蜜, 没想到会这么低。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